今天继续分享我们家的月子餐 生子虚就适合了 除以猪的姜之外 当然还有蒸鸡汁 听我妈说以前坐鱼就没什么吃的 养着几十只鸡一日蒸一个 除以饮鸡汁之外 鸡肉都吃了 因为鸡汁就特别容易吸收 将香下捉回来的果园鸡 直接扣在大碗上面 什么药材都不用放 只放几片姜 用大火蒸一个半钟就搞定 蒸一个半钟之后 鸡都变软了 鸡的精华汁水就全部落在大碗上面 蒸淋了的鸡可以直接吃或者做手撕鸡 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鸡的清香味 将鸡汤上面的鸡油全部捞走 这样喝起来容易吸收又没那么油腻 鸡汁就变得非常清澈 身体虚就适合了 捞起来的鸡油鸡汤就炒回油蜜菜 爆香的蒜米之后就落油蜜菜 用鸡油炒出来的油蜜菜就特别青绿 放一点点盐和松茸蒸调味就OK 一个又香又爽脆清甜的鸡油炒油蜜菜就搞定了 怕寒凉就拍多两块姜一起炒 天气热不开胃再煮多个蕃茄炒蛋 加一点盐将鸡蛋打散 锅头要烧到有少少起烟才放油 这样热锅粮油就不会黏锅 快速兜兜鸡蛋就变得很嫩滑 挖完蛋之后我们开始煮蕃茄 加一点油将去皮的蕃茄炒香 加一点盐 怕酸就加多一点糖 高温爆炒去破坏蕃茄的细胞壁 会释放更多的蕃茄红素 炒香之后落一大碗水 煮到蕃茄软烂之后 再将滑蛋倒进去 最后撒一点迷人的葱花 蕃茄汁充分包裹鸡蛋之后 就可以上碟 够锅器的蕃茄炒蛋酸酸甜甜 吃起身好开胃 猪脚醋就提前一晚做好的 记得要用瓦煲做 浸一晚就更加入味 鸡蛋比猪脚更好吃 醋喝起身都特别适合 喝猪脚醋可以暖身补气血 还可以补充流失了的钙质 记得加多一点酱 一个简简单单的月子餐就搞定了 不同的菜式 营养均衡 每样都吃点就OK 吃得开心自然心情漂亮 这样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快养肥肥伯伯 蒸完鸡汁鸡原汁原味非常好吃 淡淡肉爆了汁 跟着坐月都重10斤 我是小冰伯伯 记得准时吃饭 点个赞